今天给大家演奏一个孤勇者 我现在呢已经制作完成了 现在给大家弹一下听听 就你需要用哪些音 你绑多少根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要弹孤勇者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 拉西多瑞米苏 这五个音六个音就够了 这个吸管的角度 其实直的或者是斜的都可以 因为我们是要用皮筋的松紧 去调节音高 我叫刘沐昕 我是一名古征老师 我今年有32岁了 我呢做古征教学呢 也有12年了 就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嘛 然后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不上课 那我也是怕孩子们 这个长时间不上课 然后就是对古征的兴趣啊简单了 我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指尖皮筋的这个玩法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跟我们古征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沧海生肖这首歌作为古征学习来说 它也是我们入门的第一首歌曲 是这首歌 比较火爆 然后收到了大家的欢迎 这个视频在网上火了之后呢 我的有一些学员也过来问这个怎么制作 然后陆陆续续的找我咨询的一些学员 然后也越来越多了 目的就是想让大家对古征呢产生兴趣 然后停课不停学 我制作指尖皮筋的这个初衷呢 也是想给大家传递一种生活的态度 就我们在练古征之余 也可以发现生活中的小乐趣 作为流行古征人呢 我也要时刻的紧跟热点的音乐趋势 编一些时下流行的一些音乐歌曲 比如说最近刚刚开播的电视剧孟华路 它的一个主题曲 不息时光是张亮影唱的 我觉得挺好听的 所以我就用古征 然后也给它改编了一下 目前古征版的不息时光 已经发到了网上 然后不久的话 我的这个指尖皮筋版 也会发到网上 以前呢我做这些流行古征曲 是为了让我们现在同龄的年轻人 去更了解古征 那现在制作指尖皮筋呢 是希望小孩子去发现古征的乐趣 因为我们想要发扬古征 这件民族乐器的话 需要我们的下一代 一代一代的去传承 才能让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世界上更具有影响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